高雄市長陳其邁與日本京都市長門川大作 以視訊方式完成高雄協定書簽署儀式 曾任高雄市長 現任駐日本代表的謝長廷也一同參與 期盼雙方友好關係延續下去 在此改名100周年活動的期間 簽署高雄協定別具意義 今年は私どもの京都市の福岡区が誕生して 90周年の不信となりました この素晴らしい時期に今後さらにそれらを進化して 伝統芸能 文化 芸術 観光 産業 教育 協定書中 雙方承諾在産業 觀光 文化 運動等領域加強互動 持續深化台日友誼 全其邁感謝門川市長 謝長廷代表的共同努力 我寫下新的一頁 高雄與京都的緣分早在百年之前 以京都 幼京區高雄山為名來進行改制 也墊下了雙方在歷史上身後的牽絆 全其邁表示 今天協定書的簽署只是一個開始 希望疫情能早日趨緩 雙方可以盡早交流互放 全其邁也感謝日本在台灣疫情嚴峻之際 捐贈疫苗的溫暖情誼 新唐亞太電視李娟榮方雅賢 台灣高雄採訪報導 新售